大家好,我是醉,本场比赛来自于拳王亲王和火球术两位老牌森文高手 今天那就表演一场森文抢三吧 先替拳王亲王用板翅梁首发对抗火球术的罗伯特 其实这两个角色啊,你看似操作简单 玩到非常精的一个水准还是比较难的 而且说说这两个角色,对,我觉得他的节奏感比较难找 特别是罗伯特啊,罗伯特起手的话没有板翅梁那么多样化 先罗伯特轻腿重手突变,cd接上无影疾风中断角 哎,神龙飞翔角到角落,再来一发飞翔斩 拳王亲王就被撂倒了,来看拳王亲王下一个角色 三文的话,观赏性还是很高的 因为现在三文高手并没有那么多 哎,火球术的罗伯特轻腿底下,反正拳接飞翔角 哇,飞翔斩飞翔角,空中龙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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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先打掉拳王亲王半管血,看拳王亲王后续 还有没有机会崛起,我觉得罗伯特应该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可能要把他一套带走了,无影疾风中断角再来一次 60多连了,生龙飞翔角,生龙飞翔斩 我觉得大招都用不到了,一套69连 稳稳带走 如果再能接上一次龙虎乱舞,那就更爽了 可是对面已经没有血了 接着来看拳王亲王的威斯 南娜说火球术这局要穿三 火球术开成一个突变,突变 没想到火球术的罗伯特用的这么溜啊 不愧是老牌三文高手 孔中一个突变,轻腿重手飞翔角 威斯交出抢反 罗伯特又一个生龙飞翔角跳地 距离不够暴击,暴击是突变 稳住啊,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稳住 因为威斯也是暴击状态,威斯又暴击了 如果被威斯逮造,那可能会被一招带走 现在罗伯特在拼命的寻找下盘 因为罗伯特起手比较单一 突变,突变,近身打击都可以 So cool,Kimo 轻脚一点C头再来一个So cool,Kimo 对手已经没有血了 火球术拿到了第一分 来看下一局啊,下一局的话 拳王亲王也随机到一个罗伯特 看拳王亲王罗伯特玩的如何 他能不能爆上一场的一剑之手 罗伯特开始进攻了 虎黄拳来一脚 诶,阵源斋他属于一个健身角色啊 罗伯特只要掌控好距离 不让他健身就问题不大 但是他能控好位置吗 打阵源斋 主要就是扣空位置了 旋风腿飞翔脚龙虎乱舞 没有气,可惜 那阵源斋再拼命寻找一个点 一个切入点 然后把夺伯特怪晕 最久后被踢连环踢踢踢 水连之后阵源斋再给他一拳 操杀大火 诶,普通版大火啊 距离有点近 可是还是被阵源斋给抓住了 打得多不如阵源斋打得很 如果被阵源斋搞晕 在角落的话 限定角落 你即便用一锅儿血也不够的打 现在来到 全龙气王的特瑞这里 特瑞先用冲拳 阵源斋九湖走一走 重拳冲击走一走 特瑞再来个冲拳 阵源斋再稳住 都稳住了 都非常的稳 跳地抢攻 掏下盘 双方消杀 走一走 我们阵源斋找机会 哎呦 远距离牵制 完了 被划到以后 阵源斋没有血了 他不能冠云对手 只能被对手收拾 来到火球树下一个人 火球树的财州 超暴力的财州 轻腿接CD 下半掏起来 中拳出击前轻腿 猎火掌两段 猎火掌三段 财州的大蛇蹄 比草蹄的大蛇蹄要暴力一些 这个声音比草蹄那个待劲 则反身位 好快这个速度啊 把三王也能玩得这么快节奏 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可见双方今天都火力全开了 没有眼的一个意思 哇 CD猎火掌大蛇蹄 全王亲王差点被飞 不要慌啊 全王亲王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稳住 稳住节奏 财州又开始了 你想过点 亲王给他一手倒月踢 看完蛋 刺客气再生 现在不用暴气 只要打到一套就可以带走 但是财州他不死心呢 你看财州 哎呦 刚CD了 刚CD了 先桌子了 这属于 再来看全王亲王最后一个角色 玛丽 玛丽先用跳地 后跳 猎火掌 玛丽先给他一个宝帅 跳起来接玫瑰 玛丽台风 中段没有中 哎呀 圣龙甲打乱动 好准的一个判定 好准的一个预判 来看火球树最后一个人 火球树的小草 草地精 第五个回合 来了 草地精先爆气 玛丽也是紧随其后 看草地精直跳 爹地 玛丽掏克下 没有掏到 也没有给对手留下什么破诊 无责任 玩得很溜 因为98C啊 他的精髓 我感觉就是在于玩无责任的一个取消 还有这个空中CD连招 哎呀 三次的地没有打中 草地精呢 草地精的巫师去哪里了 我想 火球树应该是摇巫师 没有摇出来 这就非常尴尬了 草地精强反也交了 交强反以后 玛丽要大开杀戒 哦 火球树打得有点着急了 把气都刚完了 那你后面怎么打 两段以后还是没有气 玛丽一直掏下盘 逼吧 这玛丽有套路 因为玛丽他属于一个投机角色 也是比较很也是中上等的一个角色玛丽 其实不妨当着主力来用一流 可是操作上面的话 玛丽难度有点高 哎 滑铲 接玛丽制作户 假一下 滑铲 宝甩 板边一个大 干掉 前往前往也取得了一分 火球树最后一个角色吃亏了 比分现在来到一比 火球树这局有一个布莱恩超暴力 那么拳王亲王的特瑞 一碎石踢 下方攻击起手 空中一跳 特瑞给一个冲拳线 后面布莱根又一个空中摇摆 特瑞直接用中角踢了上去 远距离的几个攻击 因为特瑞比较擅长的就是远距离接连招 衔接的很稳 站中角也可以衔接 后面二三连以后 假逆向 打了然后对手一个后摇 火球树应该是抢招了 没有抢到 特瑞的拳脚判定还是很不错的 来看第二个回合 火球树的板刺梁 要不要熬了熬了熬了 特瑞现在不妨抱上一气 给对手狠狠的一顿连招 逆向 哎呀 什么情况 板刺梁打到一逆向之后 没有连住 反而被特瑞给搞了 而且还搞得很疼 地波c都倒一踢 火球树剩下一滴血 现在火球树呀 哎呀 闪身 掏一拳没有掏到 特瑞就用地坡 反而中了两次c的斩裂拳 板刺梁要开始了 天地霸王拳 飞翔脚接波 好 天地霸王拳 飞翔脚 再来个轰凯 斩裂拳 可以 很滑式的一套 飞翔脚一下 砍刀手砍刀手 爱真是爱真是 再结束 拿下特瑞之后 全王前往下一个角色也要现身了 火球树 这个板刺梁用的真不错 你看全王 亲王的板刺梁用的怎么样 板刺梁也是 在当前来说 超级热门的角色了 哦 升了飞翔脚 接个砍刀手 没有接住 不要滑 哦了哦了 反而被踢了一套 那火球树可能要翻盘 砍刀手 安烂层 哎 空中cd 这两次 板刺梁只要打到超杀连 很容易进行一套死 因为他可以板变连续的叠加伤害 释放很多次大招 现在来看下一局 第四个回合 全王亲王 最后一个下二米 前期积攒的优势 为什么到后面就为板刺梁消耗殆尽了 被对处的板刺梁 哇 开场凹一发闪电腿 哎 这两个甲可以带走了 双方又来到第五个会合了 看火球树最后一个游历 这个游历可是火球树的一个主力啊 这对全王亲王来说是一个挑战 雷只下二米虽然爆发力很高 但是他起手还是有点难度 哎 转腿起手转不到 只要防好下二米的这几套 凹击问题不大 转腿 强反 再转腿 双转腿 跳地 抢一下空 反而被逃 距离不够 没办法接上连招游历 也是丧失了一次好机会 最近夏二米再爆一击 哎 游历先给了一手充拳 夏二米又一发转腿 后面夏二米再拼命的上机会了啊 逮到一套超杀 可以打着高爆发 也是 也不实施一个好办法 一直近身CD 对手都没有中 哎 雷电波抽火球树 火球树有点着急了 夏中角先剃倒 夏二米呢 也没抓到什么好机会 就这样僵持不下 哦 有力来一手飞烟风光脚 全王亲王的夏二米 要交代了 但是夏二米还是 可以 这个 超杀雷光拳打空 那就彻底没了 火球树 现在比分是2比1 领先全王亲王一分 火球树的赛点来了 接着往下看 这把的话 火球树有一个老炉手底 还是比较期待火球树的老炉的 哎呀 洛奇 闪现接抓 轻腿再闪现 这手连抓 也是洛奇的制胜法宝了 你看 没有接比杀 就打了对手大半管血 很恐怖的 可是洛奇 他起手 不好起手啊 甚至起手都不如大猪 没有大猪打人头 转锤 跳入 完了 这几波摇锤啊 摇的火球树真的是扛不住了 转腿也转不出来 再转腿 一个转腿 一个转锤 你腿怎么可以和这 他的锤啊 铁球锤碰呢 不可能的 来看火球树的夏二米 夏二米他要不要切模式 他没有切模式啊 看来他比较擅长投机版的夏二米 普通夏二米 没有加入魔法的夏二米 先给他一个夹 小跳再来夹 哎 前往前往的大猪 现在暴气准备飞水一战 可是被打了个底下 好 可以 大猪不妨抱上一心 现在给对手狠狠的 一套连招 空中飞猪 这样也行 那后面还没有暴气 这个大猪 看来这点血 他是不准备赢了吗 这局 不然 其实不然啊 打心里战 站中角好犀利 哎呦 我只闪身想抓 没抓住 没抓住啊 可以看到大猪 抓紫灵头摇摇乐的一个动作了 第三个回合 拳王千元王至柴州 夏二米又暴气了 夏千角 夏中角 哎 夏谁怼一下 柴州中断 夏二米空中一夹 柴州 呵呵呵 夏二米只能夹他一下了 夹完之后 夏千角 这里头板边 夏二米 狂欢 666 给他飞身一夹 哎 继续用大长腿 夹一下 板边 夏二米狂欢 夏二米大闪耀 接上一个抓 拜拜了 现在拳王亲王 好 剩一个角色了 第四个回合 天王亲王的宏观 空中先给雷光拳 暴气就被抓了 这个暴气被火球树猜到了呀 这完全是猜了 哎 其实得弹跳在地 夏二米抓到机会 双方都是 其实夏二米变身以后 就和红丸一样了 都是雷系的 好 红丸到角落 给一发红丸头 剩一滴血 大发电者收掉 大洗头 那接着就进入到火球树的老卢了 卢卡尔 第五个回合 我们来看卢卡尔的 哎 卢卡尔先做一个防守 红丸轩头马斯散现三点踢 老卢再找机会给他一个狠的 不然要被红丸反爆 现在红丸重头一下过顶 剪刀剪刀没抓住 轻角点杀快速起手 可是距离不够闪现 接不上 反而被红丸雷光拳 怼了一个超杀雷光拳 老卢究竟路在何方 老卢爆气了 替老卢捏把汗啊 现在老卢 前轻腿下轻腿起手 其实他起手还也是比较单一老卢 可是老卢的伤还高呀 抓到机会 连出必杀贼爽 哎呀 跳在地打不到 老卢继续下轻腿起手 红丸跳地抢空 中脚踢一脚 哎 老卢继续闪 闪被抓了 红丸呢 也是逆向过顶 轻腿全是马斯 闪进三踢 老卢后面该怎么办 哎 一不小心中招 哎呦 闪现可以 地头切闪现 闪现去CDCD切半月炸 打着坦塌 最后用剪刀脚 哎 后面老卢 远距离发波 切了一下模式 看他切模式 意欲合围 剪刀脚一下 可惜 剪刀脚卡萨V 这样就把他给秒了 火球数最终 三比零战胜 全往前往结束战斗